世界上最恐怖的四大幼儿园是哪几个 你知道吗 绝对打破你对幼儿园的认知 今天这期视频 老黑就来跟大家讲讲那些 不管大人小孩都觉得恐怖的幼儿园 全程高能 切勿眨眼 一 红黄蓝幼儿园 红黄蓝这三个字相信很多人都眼熟 2017年 北京市多位家长发现自己的孩子 从幼儿园回家后很不对劲 但是又不像是在学校被人欺负的样子 在身上也没找到瘀青和伤口 就在大家以为只是孩子自己闹别扭的时候 有家长突然发现 在孩子的身下居然发现了几个小针孔 针孔的位置特别不明显 都是在大腿屁股甚至还有腋下 很明显不想被人发现 当家长们询问孩子针孔是怎么来的的时候 孩子们只是很天真的说 老师说这是勇敢针 很快家长们还知道了 孩子在学校被老师喂药的事情 这样的孩子不止一个两个 更恐怖的是 拿针扎孩子的老师也不止一个 在家长们报警之后 涉事老师才被逮捕 然而这所幼儿园并没有受到丝毫影响 2018年 大家还没有完全忘记 挣扎儿童案件的时候 红黄兰幼儿园又爆出虐童案件 然后在2019年 红黄兰幼儿园还发生了 外交猥亵女童的案件 再到2021年 红黄兰幼儿园甚至发生了 老师猥亵男童的案件 所以这所幼儿园的恐怖之处 就是那些没经过严格筛选 就招进来的老师 才有了这么多受伤的孩子 你的孩子在红黄兰幼儿园上学吗 那么除了红黄兰幼儿园以外 还有哪些恐怖的幼儿园呢 世界上最恐怖的幼儿园 二 俄罗斯黑暗幼儿园 这是位于莫斯科的一所幼儿园 1992年正式营业 刚营业的时候 周围的居民 对这所幼儿园的印象很不错 幼儿园内设施齐全 老师们也很亲切 于是很多家长 纷纷将自己的孩子 送到这所幼儿园读书 因为是寄宿制幼儿园 孩子们一天到晚都会待在学校 家长们只会在固定的时间去接孩子 可是渐渐家长们发现 每次将孩子接回家之后 他们都变得越来越瘦 胆子也变得越来越小 孩子们之所以变成这样 居然都是因为 这所幼儿园对所有孩子实施了虐待 他们一天只让孩子吃一顿饭 晚上只准睡一个小时 每周只许洗一次澡 穿一件衣服 更恐怖的是 幼儿园有一个暗室 里面没有灯 没有食物 没有水 不听话的孩子就会被关进去 黑暗幼儿园的恐怖名号 就是这么来的 不过俄罗斯除了这种恐怖幼儿园以外 还有超级硬核的幼儿园 2022年 俄罗斯科罗料夫镇一家出现了一家幼儿园 里有人发现 里面居然出现了身着迷彩服 拿着枪械上课的老师 而这个老师正在给那些斗钉大小的孩子们上军事课 教他们认识武器 怎么拿武器 怎么伪装等等 甚至还直接在课上拿出一把AK47 教孩子们使用 咱就是说 不愧是战斗民族 大家从孩子学起 那么现在我们回到正题 世界上还有哪些恐怖的幼儿园呢 世界四大恐怖幼儿园 三 红太阳幼儿园 在重庆大都口有一家废弃已久的幼儿园 大门上挂着红太阳幼儿园 这几个鲜明的大字的招牌 然而在铁门旁边却赫赫然出现了 快走这两个鲜红的大字 无疑是在宣告众人 这所幼儿园并不简单 这所幼儿园是在20世纪初兴办的 当时周围有很多食棉场 所以来上这所幼儿园 所以来这所幼儿园上学的孩子也很多 可是就在2001年 红太阳幼儿园突然停业了 再也看不到孩子进出幼儿园 好像从来没开业过一样 整个幼儿园就这样被砸草和枯叶给包围 有好奇的人曾进入过红太阳幼儿园 发现幼儿园里还有大量废弃的客桌 儿童床 甚至还有很多娃娃 玩具 孩子的鞋子和衣服 到处都是诡异的气氛 而据说有人在幼儿园里 发现了一个密闭的房间 那个房间里关着的是一个老师的鬼魂 后来还有人总是听到废弃的 红太阳幼儿园里 传出孩子的笑声 追赶打闹的声音 当然这些都是没有得到证实的传言 但红太阳幼儿园现在依然是重庆 最神秘的地方之一 四 英国吸血鬼幼儿园 关于吸血鬼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 这不是真实存在的生物 但是英国伦敦却有一所吸血鬼幼儿园 这所幼儿园装饰的十分诡异 里面都是跟吸血鬼相关的装饰 而这所幼儿园读书的孩子 他们学的都是跟吸血鬼有关的历史和文化 甚至有的老师教他们 怎么成为一个吸血鬼 我是老黑 你不知道的小知识都有我来告诉你 欢迎评论私信轰炸 咱们下期再见